嗨大家好我是小白 上一個世紀帝國呢 小白帝國已經開始慢慢逐漸的成立了 這一次呢我們要繼續來延伸我們的建築 我們要來繼續把我的小白帝國給無限擴增 接下來我在蓋的東西呢是我們的林木 林物園 我們上一回已經有蓋食物農田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挖礦挖礦村莊 然後還有一個這是我們新蓋的 這是我蓋的那個伐木師伐木廠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伐木廠應該蓋好了 我們就找一個村民 我們生一個村民囉 我們生一個村民來做伐木園 他需要一個石斧來轉職 OK那我來蓋個石斧給他 然後我在想我們能不能在這一集呢 擴大我們的領土 我想要來增加我的村民的塑料 我現在只有五個喔 超級可憐 所以應該可以吧 我來把這個給升級一下 轉職 OK正在轉職中請稍後 啊他要去哪裡 啊他是那個啊完了完了完了 他是創造他是那個創造家完了完了完了他死了 他是創造家完了完了完了他死了 欸我的村民死掉了欸 這樣子怎麼辦 我生欸 唉唷村民會復活 OK好我以為啊村民會復活 好好我現在死去一個創造師 那我還需要一個伐木師 不是你們為什麼一直要往裡面跳啦 你看他們啦 他們都會往裡面跳欸 他們會復活的 呃 呃 OK 看來只是很 看來只是沒有人想要做我的這一份工作 每個都已經壓力太大已經 我沒有創造師啦我不能蓋東西啦 唉唷 這個這個就是那個 有點像 農物啦 他會幫忙收集種子那些的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種子啊 都有小機率的方式就是會慢慢的增長 那我們現在好像沒有負責收集種子的人 我們還需要收集種子的人嗎 我們連礦子 我們連挖礦的人都沒了 不要再進去那個了 拜託拜託 我先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給補滿好嗎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補滿 因為我需要 呃 蓋個新的房子好嗎 那個Hunter 聽到沒 來來來來來 謝謝 幫忙把這裡鋪滿 我們還有多少泥土 我們先把地給弄平好不好 弄平我們再來蓋一些村民的家 我們要增加一下我們的村民數量 我們現在連只這樣四個 我們非常危急齁 喔真的是有點可憐齁 你們不要給我跳進那個洞裡面 我直接把那個洞給封起來 村民的家蓋在這邊 欸欸 又按錯了 這邊 來蓋一洞吧 可以蓋兩洞嗎 不行旁邊那個要等級4 那我們再蓋一個等級4的 等級4的家 蓋在這 會不會太擋路啊 要不要蓋在旁邊 蓋在旁邊好了 這會不會放不下 好像有點放不下 這邊都紅紅的 把這邊也填滿好了 把這邊也填滿 這也太亂了 多蓋一點房子 我們需要引進更多的村民 我們是不是需要貼個什麼公告說 我們歡迎村民入住之類的 不然他們怎麼進來對不對 那下面這邊 欸有有有 他們把土都鋪起來了 好療癒喔 這樣子看他們建造真的好療癒喔 欸那個木頭 他會自己砍嗎 沒有他不會自己砍 還是要我來命令他們這樣 OK 這個都是他們的新房子 他們好忙喔 兩個人而已 而且效率又沒多快 他們也不是什麼挖礦的 但他們就是 唉 為什麼挖礦那個不來幫忙挖啊 那個誰啊 那個 欸對我挖礦師死了 欸真的欸 你們要不要有一個人也去 當個挖礦師什麼的 會不會挖比較快啊 一個轉子去當挖的啦 不然挖好慢喔 好可憐喔 來啦挖一個 有了有一個去當了 那應該會挖很快吧 有他他啦 Hunter 有啦變快 你看他身上的工具 我們甚至還可以再強化他欸 看一下 下一個階段要變金稿的話 我們必須要蓋 石頭 石字 石字的 礦師的家 石頭做的 這個啦 石字礦工家的話 需要 三個火把 一個門 有Stone Minder House 所以他的房子 升級之後 還要再額外再蓋 那個你住這裡好了 這這這這這在蓋一棟 欸有欸 欸等一下 誰啊有一個死掉了 是不是誰 誰哪個職業的又死了 我還是請 我還是先不要讓他們轉子好了 我發現他們 死掉的那個速度跟機率 好像普遍都蠻高的 然後這裡的建築終於在蓋了 希望可以再多一點人口 拜託 希望再多蓋一點 有三個人來幫忙 真的比較快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伐木工 所以我們只能等他 好療癒喔 我們可以把這個關掉 他們就會像這樣 這個關掉就會把他們的那個 建造範圍的東西 全部都遮掉 然後他們就 欸完成了 蓋出來了 有了 有了 這是等級8村民的家 有了 我的房子 房子增加之後 我的村民已經來到6個了 當然我剛剛在不小心設定的時候 不願把一些職業給 不願就是 丟掉了 欸咻 一個意外 我來幫他們 把職業在 欸他們沒石頭了耶 有了有了 我們有石頭職業 等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 這個 等級2的挖礦工 需要鐵鎬跟鐵鏟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沒有那種東西 欸 好 那我們就先在這邊挖 然後我先幫他們做一些 工具 我想要 更多的村民 欸有7個村民了 我們有7個村民了 建造一個 戰士的家 來解鎖 OK 戰士我需要 我需要有人幫我保衛我們的房子 所以 不是房子 我是說人啦 小戰士的家 呃 需要更多的石頭 Sorry 我先睡覺 我們明天再來挖更多的石頭 既然這邊後山好像也沒什麼用到 不如我們就把後山給挖掉吧 來吧 這一定是個很大的工程 他們不知道要挖多久 把這裡到這邊 然後 往下旋 這些都挖掉 來吧 村民們 啊 咪 咪 開始挖囉 開挖開挖 這個有鐵 他摸到鐵了 終於 木頭也不要 木頭也不要 咦?這上面選到了嗎 應該有 這個也不要 好療癒喔 天啊 欸 這樣的話石頭應該算多了吧 應該可以做工具給他們 挖礦工 然後我們要燒鐵的話 我們需要蓋一個鐵匠鋪 鐵匠鋪不知道在哪 然後小戰士的家 欸小戰士的家好像沒 欸沒蓋沒蓋沒蓋 放個熔爐在這裡 可是這樣的話他需要解鎖一個 小鐵匠鋪的 就是他要蓋一個小鐵匠鋪才會工作 小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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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蓋好了 ok no is hungry its time to eat something 村民餓了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處理食物的問題 完了 我們的村上沒有東西可以吃 對不對 沒有東西可以吃 沒有 完了需要一個那個 還是需要一個林務員 林務員的話會自己去外面找蘋果 但都是 機率問題 你們看他們現在的生命 都是那個 橘色的框框 那就表示他們現在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吃 他們很餓 然後菜還沒長好 沒有人來轉職成農務員 有吧 我記得有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農務員 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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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啊有一哥啊 有一哥啊 怎麼沒有人來負責 是不是還沒長好 我的村莊 目前 已經 越蓋越磅礡了 但 我們的食物 好像 已經快要 乾解了 完蛋了 我現在 呃房子 越蓋越多 但是我的村民快 餓死了 哈哈 完蛋了 完蛋了 我覺得真的要死掉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現在有 欸 熔爐 然後我們要指定一個 職業是不是 我們要職業 欸哪一個是負責做 做熔爐的啊 呃 我看看喔 這不是挖礦的 鐵 啊啊啊 一個 現在還有多少人可以控制 兩個 那我們有一個 負責燒鐵 轉職之後 我們應該就可以選 有了 可以燒了 那我們就來燒個鐵吧 所以這個 反而燒還是需要有人來用 畢竟我們現在都是神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控制這些人去 呃 處理我們的一些食物啊 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這樣之類的 啊這個 食物喔 長得特別慢了 我只是覺得我的這個村民 現在雖然有7個人口 但好像很容易 可能要垮了 他們可能要餓死了 你只要發現這個頭上呢 現在頂著的框框不是綠色的喔 基本上都是 活不久 這個這個就是有點 他的寶石都是剩下8 然後我記得好像有幾個 已經是紅色的了 喔他是吃飽的 呃 這個這個這隻 這隻剩下1 我覺得他要餓死了 但是 沒有食物 我看一下廚師需要什麼 喔他是未來 喔廚師未來才會更新喔 未來才會更新 然後這個也是 啊 呃這個 然後 you need to unlock OK這五四這個還要解 所以廚師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現在唯一的食物來源 還是只剩下 那個 負責找食物的部分 所以 好喔 那你們可能要自己加油了 你們自己加油了 好 他們把大部分的工作都做完了 然後 村民的數量還是只有7個 那我們來做接下來的事情 我想要來蓋個小戰士的家 呃 有了 小戰士的家 小戰士的家就蓋在這邊 來吧 村民們 他們目前的職業是真的是很少的 而且他們如果說 像他們有那個嘛 小麥 就是他們已經 我們不是有農夫嗎 我們農夫會收集小麥嗎 可是他們不會做麵包 所以現在目前還是由我們來做麵包給他們吃 就是在這邊 然後自己合成純麵包之後 那個村民會自己拿去吃這樣 然後就讓他們自己去繼續蓋 之後可能就會變成有一個怎麼自動的廚師的家 然後我的村莊好像也越來越大了 欸真的 這個 這個會有點 呃 玩上癮的欸 這個真的會玩上癮的欸 啊這個一堆木頭怎麼不砍 欸 我有 沒有 我沒有負責砍木頭的 好 那我們來蓋個 蓋個 砍木頭的好了 做 好像好像村莊最近 好像看起來比較穩定 來 砍木頭的 OK一個轉職成砍木頭了 然後我就要把這一區的木頭全砍了 這些木頭真的好會長 超大 請全部砍掉 謝謝 然後我們 有小戰士了嘛 那我們就可以讓有一個村民來當個戰士 需要一個石劍 一把石劍 登登登 有了 石劍交給一個村民 來轉職 我現在還有三個村民可以免費讓我使用 其他的有職業的話恐怕就漸漸不行了 現在還有 欸你是 你是 有欸 有欸 嗨 戰士 他是我們村莊的英九 唯一的戰士 那因為我還要在更多的村民齁 所以呢 我們要來蓋更多的房子 我覺得這個八等的房子 還不錯欸 可是他需要玻璃 好麻煩喔 欸 欸 連那個 燒鐵的也沒了 兩根的火花 沒有的話 那就蓋個 需要很多火把欸 好啦 那個 既然都沒有火把 連煤炭都沒有 那我可不可以 等一下 可以 我們要把一個 拿去轉職成這個 然後我們把 這個拿過來 這個呢 拿上去 直接變成木炭 這樣就會有很多火把 對不對 有 有房子六可以蓋 那我們蓋個房子六 房子六蓋在 蓋在這裡 這樣可以欸 這樣可以嗎 多擠一點 然後 欸 不行了 欸 這不是這不是 一般的 small house六 small house六 地板門跟石頭 OK 蓋兩棟 等級六的話 不曉得可不可以讓那個 村民在在 村莊再多幾個 多幾個人來 來住 缺少一個門 來再來 用 等級六 蓋這裡 OK 應該沒貼到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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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貼到可以 繼續蓋繼續蓋繼續蓋 我要更多村民的家 村民的家 再蓋可以再蓋嗎 少一塊玻璃耶 玻璃的話用燒的好像 好像用完了沒有沙子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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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有 九個村民 有 開始增加了開始增加了 應該是可能一棟只能進 進住一個村民也說不定 啊他的房子怎麼破了 啊你們怎麼全部都在這裡 你們剛剛全部等都在後面幹嘛 啊他房子破了欸 他房子破了欸 蛤 這有關係嗎 有了 我先睡覺 我有 我有十個村民了 我有十個村民了 太棒了 好爽 看一下 欸有 而且他們都會住自己的家欸 他們晚上都會睡自己的家欸 聽起來好像廢話 但 這蠻正常的喔 不然的話要住誰家 還可以增集成 中等的小戰士的家 就可以讓他拿鐵劍 但是我現在因為挖礦的關係 我兩個 我兩個礦工又死了喔 喔 礦工真的好容易 真的好容易死掉喔 天啊 蓋兩個 兩個 不要再死啦 有十一個村民了 拜託不要再死了 我可憐的礦工 兩個 拜託不要再死了 求你了 有兩個 就你們兩個了 不要再死了 那個 幫我挖掘 這個地方 這邊有 這邊一起往下挖好了 這裡 然後 這裡大塊都要幫我挖掉 好多喔 阿天了他餓了欸 麵包有沒有吃 等一下 麵包沒有 阿只有一個欸 完了 有45個雞蛋了 現在不能幫他們做食物 好吧那個就看他們自己好自為之了 我的村莊越來越壯大 我不曉得之後會不會就冒出一大片村莊 然後 至於範圍的話 還不曉得要怎麼樣增加那個範圍 我現在村莊已經蓋成這樣了 我覺得已經有點快滿了 我想要再擴大一下領土 但是還不曉得怎麼弄 那如果大家還喜歡玩這個類型的minecraft的話 想要讓我看到 想要看到我拍更多這類型的東西 在畫面下面點個讚 我會找到更多這種有趣的minecraft玩法 然後玩給大家看 並且可以一邊 一邊玩一邊推薦一些好玩的模組給大家 那麼就這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囉 掰掰